小米又又又放大招了 就在刚刚小米敲咪咪上线了一款 二和一形态的Windows笔记本颠导 究竟长什么样 我们来开箱 先开箱笔记本的本体 哇 这个就是笔记本的屏幕部分了 就像是一个平板一样 神圣的死波 我这款是迷雾黑的配色 裁养的是铝美合金的机身 背面的这个贴纸是可以完全撕掉的 整台机器很轻 只有685克 机身的厚度是8.95毫米 这版面却有摄像头 侧面分别是TF卡槽 全功能的USB-C口 耳机口 开关键 以及音量调节键 机器搭载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Windows11操作系统 我们先放一边 接下来开箱这个磁锡键盘 哦 它采用的是这种分体式的设计 底面是全功能的键盘 旁边是这种皮革的质感 非常舒服 而上面是一个保护盖 同时可以进行角度的调节 连接的时候就这样 磁锡的连接 然后把这个锡上去 此时它就是一个笔记本的形态 你可以调节屏幕的不同角度 笔记本采用了一块12.4英寸 2.5K高色域的触摸屏 16比10的屏幕比例 配合高中笑容8CX跟2处理器 足以满足我们的日常办公和影音需求 加期取下来就是一个平板形态 你甚至可以配合手写笔进行艺术创作 笔记本因为没有配备风扇 所以使用起来完全没有噪音 13.4小时的超长续航 也非常适合移动办公使用 相比传动笔记本 小米2和1的优势 是它多变的形态 以及支持触控的屏幕 而相比于PID来说 它搭载了Windows 11的操作系统 那你的办公体验会更加的完整 目前这一整套的价格只要2899 我觉得这是小米的开年大招 你觉得呢